哥们不会吧哥们 南昌半粉还不会挑啊哥们 今天六款南昌半粉总有一款好吃的吧 哥们哥们 哥们咱们能好好讲话吗 啊好的哥们 今天带大家品尝六款南昌半粉 主要是附近外卖的南昌半粉 阿太难吃 于是我立刻投入了素食的怀抱 正好也带大家瞅瞅哪些牌子 买不得 全程勿广 放弃索粉1 杨继山野 姜梁周珍珍 扎扎辉 阿宽 干米婆圆 宜人家 价格最大差距快两倍了 我好像只吃过杨继山野 不你上次还是吃了白象你忘了 对哦 白象也挺好吃的 东西吃太多难免忘记嘛 那就直接按照价格从高到低来吧 杨继山野 真的好吃吗 好吃啊 我第一次吃南昌半粉就是它 料包不少 一包粉 小菜 榨菜 花生米 粉包 香油 酱油包 辣椒 制作方式挺简单的 把粉煮了这么一半 不用我教了吧 不然就差我为你们来吃了 感觉小菜的味道扑面而来 我要开始吃了 我靠 这个酱味好浓稠 黏糊糊的包裹每一根米粉 没有过凉水 我喜欢热糊糊的米粉 出乎意料的是完全不软 根根分明还很筋道 回味有些辣 拌在一起就是辣板外泼菜的味道 还得识你 3.8分 好 你不要吃了 你不要吃了 我们俩尝一尝好不好吃 天空是为蓝色 窗外有千只喝 那我吃下一个 是不是很好吃 挺好 吃吧 好吃吧 嗯 好吃 你怎么这么加呀 来 说实话我这次完全就是盲测 拆开看看它料足不足 当豆角 萝卜干 拌粉料 蜜汁剁椒 拌粉油 油炸花生 正宗的南肠拌粉里面应该是什么料 因为感觉这两个完全不一样 是啊 有没有南肠的朋友可以告知一下 那我同样拿去煮一下 哇 吐的味道一下去就闻到了 感觉分量好多啊 闻起来不是一个风格 剁椒味贼香 入口有点软烂了 可能是我泡太久了 剁椒很浓郁 喜欢甜辣口的可以冲 这个甜到发鲜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可以给到3.3分 这一款容易发腻 你们要尝尝吗 这不好吃 不好吃别吃 接着来下一位 扎扎灰 这个最近风很大 都迷住我的眼了 我倒要看看好不好吃 气包料 油炒萝卜 腌菜 葱花 酱包 油包 辣椒油 花生米 头上只有带点 生活才能过得去 如果世界末日的话 一定要金融到 这是可以说的吗 这是不可以说的 太得是辣椒油 这款的花生非常多呀 香油味很重 有种炸酱面的感觉 和第一款味道蛮相似的 酱汁不够浓醋 属于比较干巴的那种 可以算中辣了 相比其他的 这个粉更加有韧气 是我爱的 你们喜欢软点的还是硬点的呀 打个3.5分吧 还不错 可以回购 你还吃了现在后面还有三包呢 瞧不起谁呀 拌粉而已 接下来 阿宽 红油面皮做的那么好 南昌拌粉应该也不错吧 同样气包料 看来南昌拌粉最重要的就是小料啊 样本什么呢 叫拌粉 这个拌是有一些手法在里面的 没有 我刚想说对不起 我不用快乐 这味道好熟悉 莫名有股葱油拌面的味儿 这明显比刚才的咸很多 我靠这个真的很辣 韩姐吃一口绝对嘶哈嘶哈 而且不是油香辣椒 是直接给你进行舌尖攻击 如果你能接受一口粉半口葱 那必须得来一份 打个3.3 一口下去味道有反应 有人想要追求刺激吗 来找阿宽 炸一个干米包园 从来没听过 但是感觉很正宗 他毕竟敢带干子肯定忍住 那指定得好吃 八包料 八包料 呜呼 嗯 哦哦 他这有两包辣椒 好呢 知道你们江西人能吃辣 两包辣椒多少有点夸张了吧 再猜猜看 等一下 这不是剁椒吗 这没有啊 那感觉他放错了 你少弄翻一包剁椒了 再给我补回来了 不过也蛮夸张的 哪有人剁椒配辣油的呀 剁椒的味道不错 更多的是酸菜 甚至已经充分概括了这碗粉的内容 你也可以叫它酸菜拌粉 不是很辣 我咋感觉不好吃呢 呃 看起来一口 我想吃到不好 去吧猪哥 嗯 不好吃 全都酸菜拌粉 是吧 因为这个米粉很细 所以口感不咋好 打个三点二分 亏我还寄予厚望 诶 那就最后一个了 诶 我才发现我们三个人 今天吃了六碗粉 这要是你的功耗 没事 我晚上回去断面 一人家七包料 我知道了 以后少于七包料的 不许叫南昌拌粉 哇 这个好香啊 和第一个闻着很香似 外婆菜的香气 一下就冲出来了 嗯 这好吃 一下子记忆给我拉回了第一款 不过总体来说 橫色不够风大 这有酱油味 3.3 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家人们 悬打款你们心里有数了吗